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玩具TV第25季第5集 其實是不是24季算了 終於結束的時候到了 上個星期有看也知道 我們真的有很多玩具 所以這隻不如先拿回家裡 摸熟一下 果然有些東西摸熟之後才發現需要避開 例如 離開鏡之前就裝了這隻翼 因為就算你沒有買 你有上網留意過這隻產品 你也知道很多師兄也有說 那些浮油炮是需要一段時間裝的 平均30分鐘 大概歸納所有師兄的意見 都是說第一次裝30分鐘 那我就好些 但是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有些人教不知如何斜入 有些人教不知如何斜入 因為我有看過 我也有上網看別人的影片 看別人怎樣入 我找到一個台灣的女性的Youtuber 很漂亮 重點是美女 重點是美女 她教的方法不是特別有用 好 無論如何 先裝好了 主體 我一邊拿一些配件出來 一邊 阿嘉有什麼意見 有頭髮 首先是造型 其實我自己當初 我本來是她的 因為我覺得她的造型 和我心目中的Hine Niu的分別頗大 因為我習慣見那隻裙甲很長 裙甲好像遮住了整個大腿 腰是頗短的 頭是頗細的 對 整個感覺是很坠 很軟的 即是Metal Robo 雲 對 這隻好像是美型 感覺上 我最初的感覺好像是一個 Seed系的Hine Niu 這些東西方了很多 腰長反而感覺上好像腳短 我當時是看官圖的感覺 但是後來看到實物 有另一種感覺 始終是覺得它是改得挺漂亮 而且很有重量感 因為它這隻 以Metal Robo來說 它也是偏大舊的 拆不拆地台 拆吧 拆吧 因為我還未玩 早一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本身其實 你縱使裝組好之後 你只站 其實它不可以 好像剛才R3那樣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變成在台座上面 去擺放一些吸引一點的姿勢 才是玩這隻Hine Niu的黃度做法 如果你一說這件事 我差不多就要說它最大的缺點 就是腳掌的著地 是比較準時的 沒錯 那我不說廢話了 我首先就裝了 我應該玩了海洞聖先 因為它沒有那麼多阻礙 就會比較容易玩 那 我想嘗試擺放一個好一點的姿勢 因為這個角度就可能欺負人 它是七面的 真的很漂亮 不如看外型 我覺得它的顏色 它的紫色 挺有趣的 因為在鏡頭看 就比較淺 因為這裡很光 我在家玩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紫色 有些深紫色 有些魚魚的 有時候在Youtube片看 如果Youtuber的射燈厲害 就會覺得它的紫色很淺 其實都頗深 而且它是有陰陽色 是兩隻紫色 無論是MG或本身相關的 大型1-1-8的產品 它都真的慣常 現在很常用這種 很近的深淺色 但又做到一種很突出的效果 即是灰色、白色、米色 跟著剛才所說的深一點的紫色 和淺一點的紫色 所以有時候很有趣 如果它直接用兩個不同顏色去分析 很多人就會覺得 你就是分析 但它一用2-tone色 少少改變 你就會覺得很細心 是呀 有些師兄很喜歡砌模型 是白灰 然後加上藍灰 做點綴 你就突然覺得很細心 你連山沙鼻都這樣玩 深紅淺紅了 我講一些繁賤的事情 我前幾天經常在新人 不是說想要一種 Strike Strike 清水 因為我之前不喜歡它那個 深淺通 我不是不喜歡深淺通 我不喜歡它那種橡牙色 它是橡牙色 它如你黃 是呀 這次它這隻應該是全白 我暫時看到一些日本的網友 寄出來它是全白的 但看上去真的有深淺色 原來是 其實我也覺得是 現在是希里波利斯 希里波利斯 出廠版 全白呢 你覺得很素 是輸蝕了 還有它另一件事 是marking 它用了顏色之後 跟底色太接近 它有些反光面之後 你根本就看不到有marking 雖然它是它本身的用品 但是 相比之下 我本來經常在說 不喜歡這隻橡牙色 但現在看回 全白又是虧一點的 一刷東西賣一下 是初版 但我又不喜歡它是橡牙色 下回分解 Walker的何去何俗 情歸何處 可能會出第三版 這隻應該是第四版 可能會出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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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完美 到現在還未出完完美 完美 你是拿後面的部分 好了 Ricky已經指點我們 回到這裏 非常好 好 外形方面 大家或者Ricky 做一個比較性感的 由上至下 好正如我剛才所說 它的比例 在觀圖上看 我認為它和之前的 HIGHL是不同的 它是把腰拉長一點 腳掌 腿方面 感覺上也是粗壯 整隻都粗壯 大腿 大腿 以前你看到HIGHL圖 你見不到大腿 那些裙子都遮緊 那次就見到大腿 外形方面 唯一一件事 我認為有很多 是腳板很扁 比例上 又不是很漂亮 又不是很醜 但比較上來 腳板很扁 而且偏闊 令到腳掌的貼地 更弱了 可動性方面 我們先說可動 由上面開始說 你問我 其實最大的問題 純粹可動的話 是頭 你留意頭盔 這個尺寸已經比頸枕大 所以在上下左右前後 是有極大的障礙 而且我其實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言 我是很少買MATO表 因為我很怕鏡著玩的玩具 我不知道MATO表 是否習慣了 角舞給你試試看 偶然有偶然沒有 這次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也挺怕的 而且角是硬身的 會斷的 要追究造型沒有辦法 其實有兩個波栽 就是頸下面一個波 頸上面一個波 輕微可以往前往後 但幅度不是很高 我看說明書 是否可以向上拉一下頸 在後面那邊 說明書應該沒有 我感覺上沒有 可能是誤會了 後面有個插槽 有時候我看不懂書 因為是日文 不過也想說多一點 其實玩頭的時候 Sorry 我就是不明白這張圖 為什麼 我要拉肩膀低一點 你會看到 因為它這個位置 是貼到緊緊頸 所以是極容易刮花的 所以你動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抽高一點去動 而且真的看到不到路 你不要強勁來 否則花硬 但後腦這麼大 都是一個high-new的特色 是 漂亮的 所以你說 在可動和造型之間 我始終都是造型重要一點 我也是 我也是這一類型的人 它應該有連動嗎 它是有一點會走進去的 噢 後尾枕 對 可以拍一下後尾枕給大家看 給觀眾看看 其實它說明書的意思是 後尾枕最底這一格 是可以抽上去的 手指遮住 對 其實幫助真的沒有 說明書 在這邊 很不清晰 但其實它這個 對 它已經下了另一隻color tone 但它稱呼這個為連動 但其實它只是拆了一個件 對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真的沒有什麼幫助 肩膀都是慣性的 反而你說 除了頭和腰之外 還有腳掌 其他的可動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哇 多漂亮 而且它的肩膀甲也升得很漂亮 是的 或者這個角度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看到胸上 這塊組肩是可以揭起的 所以變成肩膀向上抬的動作 是更加漂亮 而且幅度更加大 還要比一般的大 不過呢 這個膠底就是 是一個玩具的組合 不是什麼 很修飾過的 不是什麼很特別的地方 都是一個普通的膠底 有點像master gray模型 那種的膠底沒有 高達真的是機嫌 它有一些很正常機嫌組件 沒有什麼油壓管 有時候去到perfect gray 可能有很多更加真實的感覺 這個就要駕駛 又實 又是金屬關節 整個身體最實的關節 就是手肘 不知為什麼 除此之外 它的手腕這裡 還有一個可動的 是的 在這個位置 關於它這個手肘的部分 其實有一樣東西值得一讚 在這個robot運動之後 終於有這個UC系列的機器 又可以在手肘做一個水平 是的 這個可以拉低 讓大家看看水平轉 我先讓大家看看手肘的花紋 因為它這個位置是做得很圓滑的 不會斷了一段 很漂亮 來到這裡 還有一隻顏色在這裡 扭到最盡 它還有一點點 因為它的模型 都不肯做水平轉 這個模型就做了 反而是 SETTA 也沒有做 但robot運動是有做的 但做完之後 這個水平轉是很漂亮的 這個部分 可以把手肘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我這些人 我覺得這樣看 這個正面很素不漂亮 但它可以在這裡做水平轉 把正面擺成這個 而它又留在上面的單軸 你依然可以彎手 彎的幅度就會小 對 會小很多 無論你拿劍或槍或炮 那個變化會多很多 對 還有營了很多 就是我站在前面 對 然後到腰 左右 幅度不算很大 但也漂亮 但我也不會太多罵 然後呢 前後 前後 是不錯的 因為它本身 其實腰和腰 即是中間的位置 零細細收細了 做一個兩節的關節 變成了向前和向後 它都兼顧到 不敢說幅度很大 但你看到層次感 可動來說 絕對是有很大的幫助 裙甲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現在向前轉腰的時候 你會看到裙甲前面的一件 會向下移 這個呢 我對上一次看人做 應該是鐵機巧 就有人做了 我看不到 我這隻可能太硬 是否可以再屈多一點 你來 因為我知道 說明書有說 但我這隻不明白 可能是 看到了 看到了 它屈得很陷促 對 另外一件事想大家留意的 亦同樣是腰 或者可以先拍一拍一張 腰 你會看到 其實這幾塊甲 都是可動的 我自己玩的時候 我就覺得 互相那個 不過你左右 對 沒有錯 你看到 其實剛才Walker 都說得很清楚 當你轉左右的時候 你真的留意這四角位 會不會和裙甲邊有相撞 尤其是 原則上 如果你撤起裙甲之後 轉腰就小心 Exactly 其實你轉的時候 你真的要把裙甲拉低 你才好轉 看到不對勁 好停 若不是 不要揭起裙甲的時候 轉腰 是很危險的 Fit 好 然後 大腿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腰身 我都看到有Youtuber拍的時候 就說腰有點鬆 我這隻就沒事 我那隻也正常 可能 偶爾有一兩件 腰前後 可能是胸和腰的第一個關節 就承受不了背包重量 我這隻就沒事 我反而一定承受到 是太重 向後跌 但向後跌的問題 我一會是最大的投訴 向後跌的問題 就是腳端 是 整隻最大的 唯一的敗筆就是腳端 好 腳就一眼看完 有 油壓管 真的不動 肩油壓 肩油壓 一看到油壓管 我想是第一隻 AMG New Gundam 油壓管 然後到腳端 真的是腳腕 這個可以說多一點 除非我是 看下眼 腳端是沒有拉出關節的 看到這麼多就這麼多 是一個實的金属波裝 問題是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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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20分鐘 幫你計時 真的嗎 剛才的腳都很開心 雖然有一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向前向後 也不知道我來做什麼 不知道 可能是給你看內購 其實它是防止 它想讓你站的時候 平衡會好 但沒有幫助 反而重心向後跌 如果它向前 因為腳掌不是平面 其實是沒有用的 是呀 所以我就拗頭 這裡 其實腳掌向前的幅度 去到最盡 就只有這麼多 去到最盡 是 你想紮一個向前後馬 其實就站不到 大家看到了 腳掌不碰地 其實就沒有什麼用 所以就大大減少了 你想擺一些 dynamic的姿勢的時候 那個平衡度 就算你沒有背包 也是一般 如果背包 就更加差很遠 所以剛才一開場 就為什麼我準備好 台座就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台座 根本就這樣站不到 時間關係 我就馬上背包 不好意思 應該先插甲 插甲就很快 首先是空甲 左右 左右 但我覺得這個 就不太美觀 是很高的 我覺得 爆完之後 影響新型線條 在鏡頭看 可能分別不大 可能要近一點 其實看到 裡面是露出金層 露出金層 不是什麼螢光反光的東西 另外肩膀 也是有一個爆甲 上下 就是向上拉 這個位向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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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不知道裡面的構造是怎樣 順便拉上來 這個構思 不像卡板 這一邊不太順手 左手沒有力 對 這樣 就拉出了 然後 其實 整對手 都是有爆甲 但很小 這個位向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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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開啟左右手的機密 讓大家看 我先把這個位向上拉 好漂亮 手臂這個位向上拉 對 挺有趣 挺有趣 而且手臂也挺有趣 另外 右手就有這個 挺漂亮 它不是NT人 記住 它不是NT人 是手臂的機關炮 可能是太遠的頭 是 漂亮 然後 這邊手 就是雷射劍 就是雷射劍 它有一把短劍 就是讓你收在前臂 另外有兩把劍 就是在背包上 正 我剛才說過 這個版本的裙甲 是比較我習慣看的短 原來 它是有乾坤的 它的裙甲 可以拉長 這個就是這麼多的爆甲 裡面最明顯的 是的 它拉長 而且拉得很長 它的長度可以回到 看慣以前的 最麻煩的 最麻煩就是這裏 這個 就要用少少力 用少少指甲 用少少力 但其實是不用怕的 唯一要小心 就是你的指甲 不要放在會刮傷的地方 好像我這些 沒有什麼指甲的人 反而會安全一點 第一次拉這個小腿 甲向外拉 是有點難度的 是緊的 但多拉幾次 就變回正常的鬆緊度 也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 聽到很清脆的聲音 不用怕的 一定是這樣 因為它有一個卡位 你拔出來 就自然會有聲音 這樣就爆得八八九九 那甲就 如無意外就爆了 還有這個 還有小腿後面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還有小腿前面這個 這個也是甲來的 雖然有這麼多爆甲 但我知道Bandar 一定不會這麼好心 免費幫你做這麼多 重點當然是接下來的DLC 對 很明顯 例如裙甲上面 你會看到它有一些 一拉開之後 有一個洞 為什麼會是這樣 請看下回分解 就是XWS 重點是它可不可以 放在New Gundam那裡 嘩 真可憐 我就安裝背包 背包也是很簡單 直出直突 很實正 完全不會有跌落性危險 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我本身其實 是便宜的氣 沒錯 它這裏 調回來的感覺 挺好 它有一個新的設計 就是當你沒有這個 浮油飛翅爆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 推進氣的外觀 是的 插上這兩條槽 它這裏令我想起 配來六倍 是的 這次的設計 沒有了 旁邊的小噴射口 我以前看的版本 通常這裏有幾個小噴射口 這次是沒有的 但它多了一個機密 是的 很有趣 這個真的厲害 好像火箭 平時我們看NASA的片 一折折 可以幫我抖一抖 可以 可以 脫出的 等一下 可以一邊做一個對比給大家 對 這個很好玩 我覺得 這個很有趣 而且有時候 在Display季度 你不想它這麼長 如果它季度不夠深 你可以縮短一點 不錯 其實分別都很大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設計 所有推進器都是可動的 師兄說我們公安清場 好了 這個盾 梅毒盾 傳說中的梅毒盾 作為舊設定粉絲 我最不買的就是這個盾 最不買的就是這個盾 最不買的就是這個盾 對 因為以前的那個 變成了方格 變成一個邪形 像閃電版的那個 其實我不喜歡那個 那個我不喜歡的 反而這個版本 是一個很簡單的長方筍 插進去 好了 但是這個盾 我自己挺喜歡的 但是我唯一有一點 不太開心的就是 它的官圖上面的點點 大了很多 大一點 其實它現在做貨出來 因為很明顯看到 噴油帽飛槍 就是噴油帽多開一點 讓它飛槍飛進去 你可以看到一些波點不是圓的 有些是扁的 這樣就有點尷尬了 我不介意它有波點 其實我可以的 就是宇宙迷彩 但是它噴得不圓 令到我不太高興 另外一個相對性比較新的設定 就是它的摺疊炮 還可以放在這個背部 這個應該是它獨創的 好像之前 好像是沒有摺疊 還是怎樣 我記得是 不是放在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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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放在背部 那這個呢 Sorry 糟了 阿滴真的不夠時間 最後呢 這個可以縮短一點 還有一摺 照成這樣 輕輕就可以掛在背部 就放在下面 對 比較輕鬆瀟灑 穩不穩陣 穩陣的 整個東西都很穩陣 如果這樣站著就沒問題 好東西 你站得這麼漂亮 應該向後移動 不是 其實你不 如果你說就這樣站著 是OK的 但是你的波點要傾前 你才可以站得穩 對 如果我想放在前後腳的 扎大馬的姿勢 不要妄想 太硬 不要緊 辣花 就是難 不穩陣 我覺得 以一個這麼實質的玩具來說 其實它全身的關節 都可以 carry到背部 沒有問題 唯一就是腳掌 差一點 現在這個姿勢都可以 穩陣 不要緊 這裏 內床的 那裏 就藏在背包 那裏 好 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不能再介紹更細緻 另外 就有一個地台 可以做到那個 其實我今天想做完 我拿回家 方便一點 但是做不到 地台就是 我最不喜歡這種地台 有馬炸 有 它和藏式 就是搶光那裏 灰色 一種假的 基地 情景的地台 會比較好 還有一支窗 講完這支窗 這支窗 是有兩個 窩心的 因為這個吊帶 是可以拆的 另外有兩件件 是沒有吊帶的 可以塗進去 因為那兩件件 還未拆 在膠袋裏 就不要交太多 但有的 有的 好 今天就是這樣 這件事 你說這隻開不開心 高達的第一支 我的第一支 我之前買了兩支 是 Full Metal Panic 但是 高達的 我今次第一次買 所以這支是 漂亮的 在這支窗戶之前 照射之前 我們不差再說 裝飛翅炮的 技術 其實大家要裝飛翅炮 我十分鐘就完成了 是嗎 本身的 而且確 你在旁邊 放進去 扣住 再放進去 會容易很多 但是你拔出來 拔出來 除了暴力之外 沒有第二個方法 你放心拔吧 不會難 是極大力 是很大力 你放心 真的害怕 另外本身 你在握進去 那個著手位 也要注意 左手和右手 兩邊反轉 盡量把兩邊的距離 拉短 拔進去 相對會比較容易 十分鐘 我不表演了 真的要 今天拿來的時候 我都是裝好才拿來 一定要用暴力刷 放心刷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不好意思 才會兒見 你們